其实在这个戏里边 导演是有他自己想法的 其实并不是完全拍的 那种国仇家恨的那种东西 其实是拍的是一种爱的东西 咱们大家一直赌 一会儿肯定是成恶战 活着 国仇家朝 我觉得是太过时了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实际上主要 还是想把这类电影 把它的温度拍出来 让他命大 死了 英雄 他其实更主要的是他来找他哥 他想让他哥回去 因为他只是想让他哥回家 他现在是没有那么成高的东西 我们跑了 打不得怎么办 全排都有 把哭了给我堵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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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了 谢谢 您先给家乡的父老乡亲问声好吧 那个真的是应该问声好 因为没有家乡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我无法完成八子这部电影 在这感谢 干男人民给你的支持和帮助 后台我见到高导 我说高导 咱们要沟通一下内容 高导说 不用不用 完全不用 这是我家乡 我太熟悉了 所以我想您可能平时拍戏比较忙 应该也鲜有机会能够回到家乡 对不对 对 这次是待的时间是最长的 第一次是12年的时候 来完成毛泽东那部电影剧 这次是待了将近三个月两个多月 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拍摄八子这部电影的初衷吧 其实这部电影应该是真的是有感而发 因为当时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 是干男的这个领导来找到我来说 希望能拍摄一部红色的八子参军的提成电影 当时我还没有太多的印象 结果我一番史料 我个人被这个故事的内容震撼了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而且就发生在瑞吉 所以我一言而言 毫不犹豫地就同意来完成这个影片的任务 说实话 当时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 是有点坦坦荡荡的 心里很不踏实 因为从领导来说 从对家乡人民的这个 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来说 我觉得是否能完成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压力 因为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选卫部长和当时的这个也是我们省委 他说我们希望这部戏是你高兴兴 不是顶力之重也应该是杠顶之重 他说一定要把全身的全身心的精力都用到这部影片上 我当时确实压力很大 但是说实话来到赶州以后 面对拍摄 面对那么多的民众的支持 面对赶州的这么多的领导啊各个方面的支持 就是我的压力好像逐渐逐渐在减轻 我逐渐逐渐也得加强我的信心 因为看到了那么多的先辈的这个就从这块红球地上走出去 因为共和国就从这单身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英零应该支持我完成这部影片 所以整个的拍摄 就是非常顺利 从拍摄来说虽然艰苦 因为当时在赶州也好 瑞京也好 瑞京的确 好像听说这个天气是也不叫百年未遇吧 也是几十年没有遇到 我就连续46天没有情况 一直阴雨 所以我们就基于这个这种天气的情况下 大家连续奋战了两个月 大家也是用那种革命 那这一次拍摄八子 你有没有什么全新的创作体验和感悟 然后整个拍摄过程当中 您最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您跟我们说一下 因为从创作角度来说 我就是希望 它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就希望用真实的感受 把它搬上来 因为仙恋们都在看着我们 在红球地上躺着看着我们 所以我必须要完成它 另外一个从拍摄手法上 我还是希望避开一个就是 近十年以来 国内一直面对主持人律的一个模式 或者是套路 尽量能达到一个就是 民众也喜欢 政府结构也喜欢 共同来面对一个救救 我们通俗有点说话 就叫牙熟共赏 但是做到这一点非常难 我们就是希望 通过这部影片 让我们的这一代人 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我们的烈士 我们的先辈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们为今天的部分裹复出了那么多那么多 的确是因为现在 因为正像这个我们主席说的 不忘初心嘛 老几本烈士的 他们的这些生命 为我们流血牺牲的这个过程 而且它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 因为我们有义务把它派好 如果没有派好 那就是我们的罪过和责任 所以我觉得压力主要在这 那现在您作为导演 您已经知道影片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 是什么样子的了 那您从导演的一个角度来说 有没有满足您自己对这部作品 最初的期待和设想呢 因为每一个导演对自己完成的作品 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遗憾 但是我只想对我的家乡 汇宏历史 也是全国人民必须要学习去看待我们烈士 是如何一雪奋战 才有了共和国的今天 这段历史 是的 所以这样的一部电影也真的是 汇宏导演 谁来作为代表把礼物送给高岛呢 为这个高岛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红领巾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孩子们 对于我们的剧组上下下的 全体的同仁能够辛苦的把这个电影拍摄完成的一份敬意 谢谢掌声送给孩子们 谢谢你们 当然高岛我们剧组希望历史 能够我们的这种革命老区的革命精神 一代又一代的传扬下去 长大以后能够再次把掌声送给台上的四位可爱的小朋友 这样我们二一 一 血绕住山河 英雄永不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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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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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个人 你好 咱们一个人 你好 咱们一个人 好 咱们一个人 好 好 好 你好 你看我们的李小姑娘送花总的中笑得像朵花一样 是不是我们的两位男主演实在是太帅 干州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做个自我介绍 好 干州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邵迪 好 干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端端 你扮演的角色吧 我在里面扮演的是大牛的角色 大牛是大哥对吧 大哥 是八子当中的老大 嗯 是不是很有大哥的风范 那端端呢 人家叫老八 老八 所以这是大哥和小弟站在台上跟大家见面 嗯 我不知道两位啊 参与这部电影拍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在这里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拍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和故事 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 谁先来 我喝了 好 哥哥先来 嗯 那个累 冷 嗯 我已经就拍高岛这个戏 高岛每次找我的时候呢都是特别苦的戏 嗯 那个 你想的是为什么吗 啊 他觉得我特别能吃 长灶 有长灶 对 嗯 的确是非常辛苦这个戏 因為当时 天气也非常冷 而且呢 高岛要求的非常严 嗯 一遍遍的 而且每个镜头后面他都多带这个黑烟 然后有炸点有什么 所以呢 拍摄的那个日子里边 我每天回去吐的都是黑炭 哦 每天咳出来都是黑炭 有没有电影拍摄之后 你得洗洗肺 洗洗肺 对 其他的 我觉得这次跟导演合作特别好 而且我们对兄弟们在一起都非常开心 每天在现场都会好像就打鸡鞋一样 去这么去完成这么一个角色 去完成这么一个片子 而且刚才我看两位是勾肩搭背的上台的 其实以前主持过那么多电影 把我们一起说一说 对 因为真的是 就是像你说的 跟我哥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因为随着拍摄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说看着我们两个人辛苦 因为我当时说感觉这个 这块红土地好像一脸肉一样 因为都是在下雨 每天都是很难 把脚从这个土地 一定的土地里抬起来 就感觉每走一步 他们都是在粘着我们 不让我们走一样 拍摄很辛苦 但是很快乐 然后每天有我哥 你说他是特别注重健身的 所以他那个是吧 他很扛躁 刚才你说的 端端看起来要瘦多了 那拍戏会不会觉得比他吃的苦更多一点 我们俩吃的是不同类型的苦 我哥他基本上是在跑炸点和枪林弹火 还有那些黑烟 我基本上是被一只猪在天天地追 被一只猪天天地追 对可能大家进了电影院之后看到了就会知道 然后还会在水里泡 然后当时后来也跟我哥一样在战场上枪林弹火 其实说他有三个字就是兄弟杯 我们看大屏幕上 大家可以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花明背后的故事 我先讲吧 这个这一段呢是等于说第一条去报信 我要送他薄荷 等于说其实在这个之前的剧情里面 他对我有些误会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有一点兵士牵贤的东西 然后呢他就像小时候一样的跳在我的身上 然后我说哥你帮我背过去 其实这一段是蛮感人的 以至于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 他背我 他在背我 说把我把我救出去 但是对他是很难为的 我背他还是很轻的 但是他背我的话 对 哈哈哈哈 这是暴 这不是背 暴比背难多 还是面对的死亡 嗯 所以就是说这种情意的东西 为什么会里面会有那一刀一刀的歌 嗯 实际就是代表的 又一个兄弟 又一个兄弟 因为妈妈说了说 希望你把弟弟们都带回来 嗯 为什么一开始唱的时候 那拍得很很大 但是呢 导演的手法 导演呢整个的给予东西呢 又特别 特别让人觉得有空 其实这个影片是一个爱的影片 它其实不是完全是讲战争 战争其实在这个中间 它实际是最大的一个背景 是这么一个历史时期的 呃出现这么一个事件 但实际呢就是在讲 呃 呃 这帮人为为了和命 为了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去付出 呃 主要是在讲 爱的东西 妈妈 孩子 就是我作为老大的 实际长兄弟夫妇 我也承担了哥哥 和父亲做的那个角色 嗯 所以它是一个爱的 爱的电影 大家都会背这个电影 美食共同来饮水思源 亦苦思甜 好 来 5 4 3 2 1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继续 是导演 导演 导演他每每每每每一下都要求真实 导演每一下都要求真实 所以呢 每一个地方都都有黑烟 然后呢还有爆破 所以我吐了好长时间的黑弹 那他之前爆破一场戏 最多拍了多少次 嗯 最多拍多少次 当然你记得多少次了 我忘了 大概 大概吐到 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会为了一场戏 前面拍了几天了 又反复重拍 嗯 这种事情经常会有 就觉得爆破的力度和当量不够 然后又重 又再次重拍 就是那场在那个 这个草地那个 对 对对对 误区那个 我估计是拍了四次才能完成 嗯 所以应该还挺危险的 有一定的危险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们 爆破师 是很专业的 非常优秀的爆破师 所以我们既想做到最真实 又尽量把危险降到里面 我想一下小明哥有没有受伤啊 这孩子喜欢会受 这个吃不吃最多的 除了你说这个黑烟害完的 端端是肯定要受伤的 端端他的那个 可能你看长得这么漂亮 他拍这种戏的经验是比较少的 我每次他上场 那个我都会说 我小心点啊 那个爆破 从哪个地方看 注意那个 我呢可能会比较 比较注意这方面 经验可能多一点 对我哥他确实是 经验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可能因为电影这边嘛 这些经验少的时候 你会为了求他真实 你会使得拙劲 但是就这拙劲一瞬间 你不注意可能就 因为你腿啊什么都在受伤 对 都在受伤 拍的第一天就已经受伤了 很苦的 对全都脚都已经烂了 那会儿我觉得 拍到中间好像每天下水啊 对 然后之后 没办法往腿上滚一保鲜膜 但是也一点用都没有 进水里全都被淹了 就感觉那会儿脚 总的像那个淡男的骑虫一样 导演是特别爱我们的 导演特别爱我们的 你知道吗 特别爱我们的 说你看这个现在是冬天 这个地方水好 你知道吗 对 这也是这个水 这个机器摆在这儿 你正好趴着 我说导演就这么趴着 对啊 就这么趴着 不 主要是水 冬天 先开始拍的时候 那个鞋 就觉得都大 那又不是自己的脚了 对 完全不是自己的脚了 我觉得怎么 是不是鞋给我换小了 后来本身是脚肿的 其实其实这个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能碰到这个 呃 这边的天气 当时天气都是特别 呃 阴冷 潮湿 其实很 很 很 很合适 合适影片的 对对对 合适了我们影片的风格 对 虽然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考验 但是确实是 对对对 非常适合我们当时的风格 嗯 老师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您 可以说您也是一款老戏鼓的 他的非常注意的一些戏 尤其是很多 跟着老戏鼓 但是呢 这部队的来说呢 可能很多的 是关于一些 活手加快 甚至是前代的 那作为您是拍一个大哥 我觉得想请问一下 您跟曾经您拍过的一些戏 层次上面有什么性别 嗯 其实 其实在这个戏里边 导演是有他自己想法的 其实并不是完全拍的那种 国仇家恨的那种东西 其实是拍的是一种爱的东西 对吗 其实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导演是最有发言权的 就是在在片子影片上 导演你说一下说一下 说一下咱们这个片子 他其实我觉得 您刚刚提到的什么国恨家潮 那个都是太 我们认为太老套 或者说抱歉 我不是指责您 我觉得是太过时了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实际上主要还是想把这类电影 把它的温度拍出来 嗯 因为他的那种兄弟的那种情怀关系 包括母亲为什么要把八个儿子 自己的亲身骨肉 一言而言一言反顾地树上战场 而且就站在村口 就一直在等着自己的儿子 他总认为只有一点 我的儿子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结果他虽然没把儿子等过来 他把共和国等过来 他在那站了35年 所以他实际上我们想拍的 就恰恰是这类型的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可能是触动 我们全人类的情怀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八子不仅仅是一个小我的问题 嗯 因为战争对于每个人都是痛苦的 没有什么一样 对 所有的母亲 对 所有的母亲都是痛苦的 不敌方我方都是一样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面对的是信仰的战争 面对是捍卫我们自己土地 捍卫我们自己本身土地的战争 捍卫共和国当时的这个结构的战争 所以说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所以这种战争放到今天来说 主席为什么要谈到一句话 叫不忘初心 要牢记这些烈士 没有他们 我们今天没法站在这儿 可能是另一块土地结构 所以说我觉得这块土地 我们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坦坦特特的时期 因为那些英灵们 那些红土地上的英灵们 实际上都在看着我们 看着我们怎么去表现 所以导演一直在要求 我们拍的特别真实 我们就是要求的是 普世和真实 因为那种情感在过去 因为就是 我觉得在我们的创作 创作缺陷上 其实过于的夸张的事的东西 在这个戏里 我们都尽量想要把它挥避掉 就是导演的口号啊 对 基本上在这个戏里 没有太多英雄 因为谁都知道他们是英雄 因为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 拿上枪的那一天 他已经是英雄 就没有必要去大肆宣扬他的英雄 他只向我们讲表现 他在战场上和兄弟之间的情感关系 他如何面对那场战争的付出 就已经很够很够了 其实那个桥 那双手 拉住那个腿的时候 它实际是一份承诺 承诺的东西 然后呢 其实那个桥代表的是一个家的感觉 就是想回去 没有人想死掉 没有人想在里面英勇的怎么样 其实每个人都想活着 他不光是来参加红军 他其实更主要的是 他来找他哥 他想让他哥回去 因为他只是想让他哥回家 他现在是没有那么崇高的东西 但是直到他看到了战场的残酷 看到了这边兄弟的几个哥哥的牺牲 他一点点对这个东西 战场和战争有一定的认识 其实他始终都是一个和 他只是想回家 想大家回家过最简单的日子 过一个特别简单的凶手 对于咱们当下来看 回家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 但是对于为了能够保全大家 失去小家的这朋友来说 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你接着来最想想干什么 类型的角色 其实只要是跟像高岛 像冰哥这样的好的团队里面 大家是共识的什么样的角色 我都会对这种开心的 能不能问一下 我看了就不愿意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题观众 我觉得感情戏少了 为什么不给我们资料 我从来给感情戏 你是问谁 我走的时候 你先看我 你先看我 你是问谁 我觉得感情戏稍微少了 我可能说 你不是观众这个角色 太阴害了 其实它是有感情戏的 其实我跟 你没觉得我跟那个 你没觉得我跟那个 跟那个排长 跟排长之间 跟他们之间 跟这帮兄弟之间 其实情感满深的 它其实就是 情感述说的角度 你说的是女性 你说的就是男女之间的 我走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呢 我走的时候还小着呢 因为这个戏 其实最重要的体现的 还不是男女之间的情感 它主要体现的是 兄弟之间的情感 和母子之间的情感 因为八子嘛 就是我们其实 这电影的叙事 它是有宏观的 也有微观的 但主要的看见 在一个电影载体里头 你想告诉观众什么 其实我们最想告诉观众 就是那份兄弟情 那份母子情 那份牵挂 所以牵挂呢也有 就是他有一个 未过门的媳妇 有那么一点点牵挂 那都是实际上 是一种新生的牵挂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曾经从这儿牺牲了 在这儿牺牲了 他们的光辉历史 他们的这个 曾经有过的历史 一定会激励你们 今后为国家 为这个民族 能更加分敬 做出多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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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